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次更新 那这一期的内容会比较偏实战一点 然后我给大家主要来讲一下 这是我最近刚结束的一个单子 那这个工作流其实应该可以适合一些人的 所以我特别在我现在做了一半 然后插一期整个工作流介绍这一期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我整个制作的一个思路 制作这类片子的时候 因为我整个先告诉大家我整个片子的一个思路 它是要介绍三支口红 然后口播为主 所以说每支口播之前 那会有一段这样的一个展示 类似展示 所以可以理解为开头介绍 然后进展示 然后接第一段的口播 然后展示第二段口播 展示第三段口播 结束 那这样如果我从就是已经做完的角度来说 那肯定是很简单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 那肯定是有一些人 他的工程会有点乱 然后在这边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 我先做的一定是导入素材 那如果导入素材的话 其实你这样看也是非常乱 原因 为什么我这边没有分很多的一个素材 这边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本身我拍完第二天直接进后期要赶出来 所以我很清楚我在什么时候用的是什么机器拍的 然后 所以我只分了两个文件价 那一个是采访 那一个就是素材 素材对我来说就是所有的一些零零散散的一些镜头 加上一些ending pose这类 采访就是我的主故事线 这边可以映射为 当你们要剪辑一类有电声音的片子 或者是说自己的一些vlog的时候 你们可以把自己要说话 或者是要作为主时间线去电的一些素材 那放在一个文件价里面 这样子你也找到之后 我们要第一步就是把素材拖到时间线下面 那去新建我们整个的结构 那对于这边所有的素材 我先全部进行一个隐藏 对于目前所有的素材来说 你可以看到我先做了一个初解 初解完成之后 就是你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样子 它会对着镜头去说话 然后这一段的ending 那是我后面加的 我第一步做的就是把所有的关于说话的顺序放好 放好之后 把它们直接复合片段 变成了几个大框 然后分别的放在了我的整条时间线上面 然后我有个习惯 我有个习惯就是在 比如说我二和三 二和三 我适合在当中会放一个 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就是我之前昨天说过的一个 自定义颜色的这个色块 它可以用来隔离 这是个人一个隔离的习惯 因为Final Cut Pro 它本身就是一个 紫性吸附的一个剪辑逻辑 如果说你中间不放任何东西 同时你不进行复合片段的话 你是很难去找到那某些切点的 特别是你这些东西还没有开始做的时候 所以这边跟大家说的是 如何去做自己的一个剪辑逻辑和顺序 很重要很重要 这可以让自己剪片子的时候舒服很多 然后第二步做的是什么 我第二步做的是 我把整个字幕先做好了 那为什么要做这一步 原因是因为这片子非常赶 非常非常赶 我不想在最后的时候再加字幕 再给它们去改了 所以我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把字幕加掉 那为什么我这边的字幕会高高低低啊 那原因有的时候 我之前会说就是在这边去拉一根素材 然后把整个去做隔离 这样它们就在 就看起来是在水平线上面 就一根在上面 所以跟大家说一下 对于这个片子来说 一定不能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我其实它们拍摄的时候 不是一二三来拍 它们拍的时候是二三一来拍的 那我对口红又不是特别了解的情况下 我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我拍的这个素材 不是我上面做的这个字幕 那如果是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 我直接这样一拉 拖过去换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连在一起啊 你想想一下 如果你的画面是连在一起的话 你可能到时候拖的时候 你都如果我没有这些 中间的一些隔离的话 你拖的时候就会封 那是这样一个原因 比如说我们现在把字幕做完了 把字幕都做完了 我为什么说我这个ending 我这个ending是偏最后做的 因为我得确认好这个颜色 确定这个颜色是这个口红的 我才能在前面加一整段 它也是成为单独一段去做的 还好就是这一段一定是一个颜色 因为我是一起拍的 然后这一段是一起拍的 这一段是一起拍的 就算要产生改变 我只需要复合片段 然后去移就可以了 这边是这样一个操作 然后这边为什么会在主时间线上面 会有新的素材 可以看一下 这边的新的素材是指 当它说到这个点的时候 我去迎合这个素材 去做的一个 点的一个画面 这是我个人剪辑里面 其实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我不喜欢把所有要的画面 切到一个点 特别是在于一些人物说话的时候 因为很可能 很可能这些素材是要被进行替换的 那我可能需要这个时候它录脸 有的时候客户会改你 所以我做的一些操作 都是要去给后面的修改 做以于地 比如说我这个时候 放了一个手的画面 那客户说我这个时候需要他 这一刻这一秒 录出产品logo名字的时候 我需要这个演员或者是模特 说自己产品 他必须要有这个录脸的一个画面 那这个时候你只能删 或者先把这个移掉 这是我作为我来说 我会去留的一个地方 我不会把这个素材 直接把上面切开 然后把它放上去 为了让整个一个时间线 看起来很舒服 我不会这样做 如果有必要的话 可以看到 我这边其实留了很多层 每一层都代表了 我拍的次数 其实我当时在拍第二段的时候 我一共拍了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这一部分说的是一模一样的话 只是情绪不一样 因为很可能会因为某一个词 或者是品牌名没有念好 那客户会觉得 有没有其他的语气可以替换 这也是在拍摄的过程中 我一定会去保一条 或者是保两条的原因 因为你很多情况下会碰到 有客户会说这样那样的一个问题 特别是美妆类 化妆品类 他们对这一类会比较扣得细一点 所以我的习惯就是把这些素材 全部都留在下面 其实Findcard它自己有功能 叫做添加到试炼 那添加到试炼就相当于 在一个时间线上 可以融下两个 你想选择的一个剪辑 那我这边简单的演示一下 当我拖进来的时候 一般是选择替换 或者是怎么样 你也可以选择直接添加到试炼 什么概念 当你添加到试炼的时候 它这边是有两个文件 是可以进行监看的 你可以看到打开试炼 我们可以选择 一或者是选择二 这有两个选项 这边我们选择一 这就是一个添加试炼的一个概念 这有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这边用的是这样一个镜头流 但是另外一个剪辑 它觉得这里必须是使用这样一个工作流 那为了满足两个人 或者是两个导演 两个客户的要求 我又不想删除原来的一些剪辑流派的话 我可能就会把这一部分 直接添加到一个试炼里面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操作不是特别舒服 那我个人的理解的操作就是直接在上面垫素材 然后把它做隐藏 这个是我个人习惯 如果说你想要工作流干净的话 你可以把它添加到试炼 如果说你觉得我这个办法比较简单暴力的话 你也可以用我这个方法 那对于这个素材啊 我来说我已经可以删掉了 因为已经出片了 那我可以把本身不需要的一些画面 不用画面全部删掉 好 这样子你们就看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工作流的一个状态 好 这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片子了 然后最后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说你这类片子要去做输出了 那你最后要去保留这个片子的话 那你可以把音乐这边全部去做隐藏 然后把所有的字幕条去做隐藏 然后去输出一个纯净板 好 这边不要问为什么 按这做就可以了 如果你输出一个纯净板 把纯净板给保存在你的原工程里面的话 你总有一天会发现这个工作流的一个好处的 好 那这一次我一个不完整的一个分享自己的一个某一类片子的一个制作者